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有些明星范 这是梁佑以前参加演出时 商家给定做的都四年了 这可是梁佑唯一的过冬衣服 他是一个超级重量级的超人 买起衣服那是相当的难 不信咱们看看 梁佑穿的裤子究竟有多肥吧 我都能当大裙子穿了 两三个我进来都没问题 跟你比我还挺苗条的 还有更让您大开眼界的呢 瞧 这双鞋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两个脚都能穿进去 这也得多大呀 我试试 哦 天哪 这有两个脚都进来 大脚严 大块头 梁佑的身高才一米五五 可是体重最重时达到了四百五十斤 2007年曾获上海吉尼斯 中国第一胖的封号 这就是梁佑最胖时候的照片 四百五十斤啊 几个美女加起来也敌不过她呀 咱们再看看那六尺四的腰围 称直了 不就和身家这位两米四六的照亮 一样高了吗 梁佑咋就这么胖呢 这浑身乱碳的分红度的肉 是怎么长起来的 1979年 重庆市大足县宝顶镇山王村 出了一件稀罕事 梁佑生的男孩一生下来 不但是扑生占天 而且体重多多有十斤 梁佑的出生让平静的村庄 从此炸开了锅 四十天才可以三十斤 一岁了 长起来有人马七八十斤了 小的时候反正一般要等三个小孩 长大的时候 大人的话也要等三个大人 梁佑刚生下来十斤 一岁时八十斤 从六岁起 梁佑每年增加十八到二十三斤 十三岁时就长到了二百八十斤 到十六岁时 她的体重已经达到了三百六十斤 梁佑究竟为啥 有小胖子变成了大胖子呢 这可真是仇坏了家人和医生 那朋友都要扶 obesity 那人是叫做牛奶 到小胖子 就拿到腊头餐 给我回去 我希望 吃了过后 边按钮人ana 根捡的 扎扎扎兔党的 他也去捡捡吃 肥子大人 说垃圾 他不要太肥了嘛 吃 大吃 偷吃 猛吃 将军严重的良用 真的是一个大饭头吗 学家离家很近 上午上扣 下扣了就回家跑一点饭吃 从小就能能火焰吃得快 肥中有乐 乐中有泪 五花八门的险飞方法 到底谁能助它以臂之力 胖哥的酸甜苦辣正在播出 请继续收看 其实我挺帅的 这良用要是和世界第一胖 获熙哥的屋里围比起来 那可是小屋见大屋了 屋里围的体重是1100斤 您想想 它就像做小山 床积屋被肉淹剁了 那么肥烫会给良用的生活 带来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小都不会吃我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太独焦了 很多人看 您一说的话 别人就肯定要看得见对吧 利用比美女还高的回头率下跑小套 这仅是良用防贼手段之 即便遇上贼 恐怕也算不出良用身上的钱呢 不信咱看看良用的 足够力 不信咱们 我给你变一个戏吧 变戏吧 对啊 你找不到无钥子放在什么地方 我这真的眼睛都看得着找不着吗 真的找不到啊 我这真的没了 在我兜里面没有 兜里 两个孤刀 没有 真没有 藏哪儿去了 你在水里去了 水里面我怎么都在那儿 藏哪儿去了 你还会自己释返啊 对啊 你不知道你有这一招呢 我给你找错了 我不再 不摸回家 怎么 哦 哎呀 从哪儿追出来的 在 你那儿去 我看你怎么藏的啊 这样 这样就藏到了 你是不是可以 平时上街是不是可以把钱藏在那儿啊 藏个一只钱 会不会掉下来啊 不会 1992年 13岁的良用才上初一就辍学了 面对良用当时280多斤的体重 良家已经没钱再为他买减肥药了 家中三亩地被父亲用总共不到1000块钱一年的价格作了出去 这一年 父亲带着他踏上了一条漫长的求助减肥之路 一身肥嘟嘟的肉给年轻的良用带来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人生境遇 作为一个三四百斤的大胖子 良用在人们眼中无异于一个另类 内心极度苦恼的良用尝试过很多令他痛苦不堪的减肥方法 我有时候减肥男人吃泥 就是吃水果嘛 什么也不吃就吃水果 吃了几天要腹肥 严重的腹肥 清信神秘偏方 瘦身能否成功 一下减掉200多斤堆肉 是什么方法创造神话 胖子的酸甜土辣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鞋子我挺帅的 为了让体重降下来 良用尝试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减肥方法 虽然没有成功 但良用并没有气馁 2003年 良用又打听到一个神秘的减肥方法 这个方法说起来啊 那是拿着菜刀哄孩子 风险太大 还有点 戴着口罩尝咸菜 老觉得味儿不对 可为了瘦下来 良用决定 打破脑袋成凉 窝出去了 这个减肥方法可不一般 有点恶心 有点危险 经病人说 吃了种回虫卵 回虫就是回虫 那种卵 他就知道你知道 在你的胃里面 肠道里面 就是帮你吃的东西 营养 给你吸收 你要吸收过营养 就慢慢能减嘛 这样我又吃了大概有半个月 专家跟我说 吃回虫不好 会引起生命危险 最后我就吃了药 打掉 最后再也不敢吃这种 一次又一次的减肥 肥却一点点增加 眼瞅着突破450斤打罐了 梁勇来到了正规医院 医生暂定 梁勇的异常肥胖 主要是内分泌失调所致 对他实施针灸 并辅助于药物减肥 针灸也能减肥吗 用针灸运动饮食 结合 从450斤 30个斤剪到220斤 梁勇现在的体重是344.8斤 这好不容易剪到了220斤 怎么说反弹就反弹了呢 这一切呀 全都是因为从网络里走出来的一个母孩 2004年梁勇瘦了 一瘦就瘦掉了200多斤 而且腰不酸了 背不疼了 腿也不抽筋了 一口馅上五楼不费劲 从此减肥成功的梁勇 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可就在2010年5月 销声匿迹很久的梁勇 再一次减住暴断 因为梁勇被医院下了病为通知书 当时她的体重又窜到了453斤 梁勇自己说呀 体重飙升全部都是因为网络中的那个女孩 那么这六年在梁勇的身上 到底身材如此肥胖 这梁勇能找到对象吗 别说别人议论这事 就连梁勇自己都不相信 爱情鸟会飞到自己身边 2004年6月份 25岁的梁勇成功减肥到220斤 也就是这个时候 爱情鸟 真正 她在向我关照 我从学会成功也回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第一次把她自己的孩子是最开心的 没想到 没想到她 没想到她去到老后 但是老后也不平 当时哪个人嘛 能够帮哪个家 回家给他嘛 我来说实话实说 在亲戚的撮合下 当时只有220斤的梁勇 通过网络和现在的老婆相恋了 可是为什么两人结婚生子之后 梁勇的体重又直线飙升到了453斤呢 因为刚开始还有 最好保持不着嘛 最后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就随着爱情的升温 其中慢慢闷也得升温 爱情升温是你越胖过得越轻浓了 那也不是 因为其中再胖了 就觉得越来越胖越来越胖 感觉不舒服 就是经常说我 我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 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出遇 我和你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 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 我爱着你爱着自己 记者的采访梁勇时 她的老婆始终不愿意面对镜头 或许面对梁勇 减了三四年 依然重达340斤的体格 她的家人要承担很多压力 甚至是恐慌 对梁勇的去年的话 从医院检查心衰 甚至夫妻的也 最严重的是下个病危 梁勇这次住院 那可是惊天动地 特别使得运送时 让医护人员伤透了脑筋 医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把梁勇送到了碧朝市 可是当医生把扫描仪 放在她的腹部来回移动时 显示屏上没有任何反应 这仪器咋就不好使了呢 三百四十斤的超级大胖子 如何克服肥胖的困扰 漫长的减肥之路 她将如何走下去 胖哥的酸甜苦辣 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梁勇在这次大病之前 接过商演 拍过广告 她在夜总会工作过 人家唯一的条件是 你可以啥也不会 但是必须超级胖 不过经过这次生死考验后 梁勇算是大彻大悟了 在用户面前 梁勇选择了健康和尊严 现在呢 人家四杰在村里的旅游景区 开了个小卖店 虽然钱赚的少了 但是梁勇的话说 现在活得踏实 活得自能 活得有尊严 买矿菌水饮料 三桃野桃 香烟瓜子小吃 买矿菌水饮料 三桃野桃 冰果血糕 店老板很像米勒婆 所以比较感兴趣 过来参合一下 看一看 是因为这个西约你们来买东西是吗 对 没有这么面三的 闯过鬼门关后 杨勇做了胃部分切除的手术 为了减掉这只肥肉 除了管住嘴 他每天都向连聚们发起羽毛球挑战赛 哈哈大老 他力道很大很足 他是你的对手吗 小样 小样 就是找得远 跑着跑去累死了 我比他还累 看来啊 梁勇这回是撇了心的 要减肥了 小 六世界的哪门的工作呀 这是干嘛呀 去腔瘾吗 这一块 这一块 都是胖的 这一块提就提就 挠不着的地方 咱就把墙和门当成老头了 这梁勇还真有一套 这肥胖给梁勇带来的烦恼 他都能解决 这天冷了 杨勇想上街买件衣服 谁曾想 刚一露面 立刻引起骚动啊 对于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的梁勇来说 每次逛街最难的事不是应付那些围观他的人 而是寻找适合他的衣服 这多大号的呀 儿女屋的 是最大的吗 最大的 冬天到了 咱也不能没衣服穿呀 记者先方百计 联系上了一家爱心企业 他们决定给梁勇免费做一身服装 要有170公分 70厘米 胸尾1比6 160公分 这衣服我们经过一天一夜的感知 终于给你感知了 红色的 你醒去吧 你自己进的 谢谢 自己自己晒吧 那相当的 还怎么要绝自己做 他肯定是相当的 每个人的幸福感不一样 有的人就是 他的幸福就是很大很大 有的人就是 哪怕幸福就是一小点一点点 他就觉得很幸福 外面的美不一定代表一线 就是善待生命 善待自己 别让我胖 其实我挺帅的 其实我挺帅的 当胖哥梁勇意识到 找他拍广告 做商业演出的人 看上的不是他的个人风采 而是想把他当成吸引眼球的小丑 他就断然拒绝了 来钱快的诱惑 宁可摆小摊挣钱 来保住尊严 梁勇勇敢追求爱情 渴望亲情 非常明白 过上普通而健康的生活有多重要 并且正为此而不懈努力着 他对幸福的一番认识 让我们对这位农民兄弟 真正放下心来 梁勇雖然是胖乎乎 但却一点都不会傻乎乎 现在农民生活条件好了 需要有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前亲民就问 您吃了吗 现在咱也得赶赶时髦 多问问 您散步了吗 您锻炼了吗 这一点也是梁勇兄弟 和我们一起给您的生活提醒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有奖收拾的问题是 答对的观众 也就会获得 周奖万宝太阳能一台 月奖广州万宝集团 冰箱有限公司 提供的冰箱一台 您还可以通过 CNTV7家农业网站 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信息 十五五六七和你在一起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吧 走进魔术之江 领略精彩表演 我就相信我变不出来 桌子为什么能飞起来 太不可思议了 让人期待的魔术高屋人 又在哪里 天哪 什么奇迹都可能发出 小魔术如何变出大产业 敬请关注 佛树之乡 斩魔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